如果女生好朋友生日的話 我都考慮可以送這一條 對 可以送這一條 妳覺得剛摸她的肌肉感覺 是不是不知道她生日的 其實我們上次在錄影的時候 我有就是藉著工作之餘 然後偷摸她一下 因為她實在練得太好了 然後而且就是她 其實非常非常的就是 勤於健身這件事 因為一個禮拜至少 差不多四天到五天 然後她又就是 因為我其實 應該是說開始健身 有一年的時間了 可是因為女生 本來要練成個男生這樣 就很難 基本上不可能 一點線條有氧就好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 我就很羨慕她的肌肉 非常的結實 妳練成這樣也太誇張了 金剛芭比 太扯了 所以各位有看過 萱萱的什麼線嗎 因為她練了一年多 馬雜線 對啊 或者是什麼線 萱萱的 老實說她的事業線 我會比較常看到 因為以前我們拍戲啊 然後常常這樣子 然後就高度嘛 難免會看到 真的假的 對啊 幹嘛偷看人家 事業線 對 然後 好看嗎 就覺得嗯 皮膚不錯 沒有啦 她們的安全之吻又不是真的親對不對 真的有親喔 欸不是這樣說 我們也在戲裡面接過吻了 還沒有對不對 搞清楚也是我先親的 先來後到 開玩笑的啦 因為那隻剛好真的很巧 因為那天我跟世安 真的去同一把啦 沒有那麼熟但會打招呼 然後那一天我才遇到她晚上就看到那新聞 然後我才知道說還是去萱萱的記者會 然後我就稍微小吐槽了一下萱萱 但我覺得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陳世安也是一個很棒的歌手 然後很可愛 對 嗯 其實這次的音樂會最主要就是希望說可以就是藉由這個音會 然後會會給就是喜歡跟支持主人選的歌迷朋友們 然後這也算是在台灣非常正式的第一次這樣面對面 用音樂會的方式 那希望說就是除了自己有不插電的部分之外 然後也會有唱跳的部分 當然還是會有自己比較多 今天會唱比較多自己創作的部分 然後因為會希望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在這張專輯裡面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個性也好 嗯 謝謝